张子怡有多燥热 录节目微醺面色红润拉第一脸 一旁汪峰尴尬陪笑 音乐浪子都喜欢姑娘 不止汪峰一个人 只不过汪峰的情史更丰富更有内容 在她的半生音乐生涯中 经历了年轻的罗莉 知名模特 白衣天使等不同类型的伴侣 最终迎娶国际大咖张子怡 汪峰到底有何魅力 半生中经历三段婚姻生了四个孩子 连骨子里好强取胜的张子怡 也成了她背后的贤妻良母 自古以来都是美女配英雄 但在娱乐圈任何规则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当年张子怡选择嫁给汪峰的时候 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的舆论 而随着芒果台妻子的浪漫旅行的热播 汪峰张子怡这对夫妇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当中 这也是他们的感情再度被热议 但这次不再全是吐槽 两集过后风评真香了 网友纷纷评论他俩还真的挺幸福 回顾张子怡汪峰的爱情录 其实不难发现两人有很多的共同点 而张子怡选择汪峰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两人感情经历和人生经历相同 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语言 并且他们都经历过许多爱情履历 在生活和爱情上有共鸣也有共同的话题 可以说这也是他们婚姻的基础 从节目中不难看出汪峰的情商很高 在没遇到张子怡之前 汪峰最大的资本就是有才和情商高 污点就是情史太丰富 当汪峰遇到张子怡后 这种有才和高情商让他获得了张子怡的芳心 他让张子怡有了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就凭这一点张子怡感觉等到了那个托风一生的人 而参加这样的真人秀节目也让大众对张子怡有了新的认识 大众眼中高冷孤傲的张子怡竟出其不意的柔软 以往国际章在观众眼中的形象是十分大气端庄的 给人感觉是高冷的有欲解放的影星 可实际上自从嫁给汪峰后 张子怡就逐渐脱离了他原先的所谓人设 在一期节目中张子怡更是展现出小女人的一面 当时张子怡与朋友们在一起喝酒聊天 不过张子怡似乎不尽酒力 再喝了几杯后脸就开始有些泛红 女朋友聊着聊着还将衣领频频往下拉 露出自己的香肩 不知是衣服穿着不太舒适还是由于体内燥热 当镜头切过去是张子怡的神情十分不自然 而一旁的汪峰在看到后表情显得很是尴尬 对此网友们持有不同的态度 有人说这样的张子怡十分真实 说明在镜头前完全没有表演成分 也有人说作为国际巨星这样的举动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万一再做出什么出格的动作 那国际张的名声可真是不保了 不过相信以身为妈妈的张子怡做事还是有分寸的 而在看完节目 不得不说作为观众几乎也可以肉眼可见的识别张子怡 那个工作上一丝不苟的女强人和生活中满脸洋溢幸福的小女人 能让同一个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这个魔力俗称爱情 爱情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说不清道不明 但只要细节摆出来大概也就成行了 张子怡和汪峰这段婚姻本质是实现了成长 男人拼事业要有闲内住 同理奋斗的女人需要找能照顾她照顾家庭的男人 张子怡说自己一路都是在被打压中成长 她渴望亲密的人的肯定 而汪峰是一个表达欲很强的人 对张子怡的理解和肯定满满溢出屏幕 别人觉得汪峰在嘚巴嘚 但对张子怡来说这反而是她最需要的 张子怡在节目中说和汪峰在一起 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那么复杂 而达成这种不复杂 至少对张子怡汪峰来说时机真的太重要了 就像汪峰说的 我们两个尝尽了很多冷暖才认识 提前把在一起要磨合的很多东西 在自己身上鲜消化了很多 所以我们俩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特别简单的